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几则震撼性新闻 首先 美国顶尖学府哈佛大学竟然向亲共学生道歉 还处分了勇敢抗议的台湾学生 这一举动引起了美国国会共和党的强烈不满 他们誓言要追究哈佛的责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佛为何如此偏袒亲共势力 接下来 我们将揭露中共政权对中国人民的全方位威 他不仅夺走了人民的财产 更剥夺了人民的尊严 这种伤害究竟有多深 为什么说中共的行为太狠了 最后 一则爆炸性新闻 多位中共副国级高官被实名举报 这对习近平来说无疑是一记重拳 面对如此局面 习近平该如何决定 这是否预示着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新局面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热点直击 今天是10月20号 星期天 我是李小宇 精彩内容 不容错过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些重大事件背后的真相 别忘了点赞订阅留言 打开小铃铛 选全部 随时关注我们的最新报道 哈佛向小粉红道歉 处分示威学生 美国会共和党盯上了 美国国会众议院 中国特别委员会共和党级主席莫勒纳批评美国哈佛大学 纵容中共在哈佛校园对付反共学生 竟然一方面处罚示威学生 另一方面对施习的亲共学生道歉 今年4月20日 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发表演讲 期间遭到哈佛台湾本科生吴廷话抗议和打断 示威者抗议中共当局在西藏 新疆和香港实施高压政策 高喊让西藏自由和谢峰无耻等口号 一名亲共人士强行将他拖出活动现场 哈佛的工作人员全程旁观攻击 另外一位抗议者 哈佛藏人学生刺人央金之后 也被驱离活动现场 后来他告诉美国之音 一名亲中共研究生接近他 并询问抗议者的名字 随后跟踪他 美国国会得到的资料显示 这名亲共研究生并无权担任该活动的安保人员 纯粹是以学生身份擅自强行将两名示威者从礼堂带走 构成了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法律的严重袭击行为 哈佛对这两位表达反共立场的学生进行了纪律处分 将他们置于校内警告期 但对这名亲共研究生袭击抗议者一事 却未采取任何行动 甚至向他道歉 莫勒纳说 哈佛惩罚了那些勇敢站出来反对中共人权侵犯的学生 而让袭击他们的学生逍遥法外 甚至还向他道歉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需要认清中共对我们校园的影响 美国共和党国会三号重磅众议员史蒂芬尼克说 哈佛再次证明他已完全被敌对外国势力腐蚀 哈佛再向共产中国屈服 作为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委员会的高级成员 我将继续努力根除外国势力对我们大学校园的控制 追究哈佛的责任 结束共产中国对美国大学的渗透 莫勒纳达早时表示过 自从2009年以来 在美中国学生人数急升 与之类似的是 中共当局监视 控制和操纵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的企图也急剧增加 中共当局经常利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这样的组织 来渗透美国校园 并骚扰那些可能高声反对中共恶行的人 全方位危害中国人 太狠了 他夺走财产和人所有的尊严 中共建政75年来 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与人权灾害 近年来 其对海外各国的渗透与危害 也引发国际社会警觉 著名政论家吴作来 对新唐人电视指出 中共是非法组织 成立以来未进行民政登记 中共是邪教组织 背叛中华文化 任马克思为祖宗 中共百年历程 就是欺骗中国人民和自欺欺人的历史 中共剥夺了中国人民的财产 自由和尊严 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危害是全方位的 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共经济崛起后 对台湾、香港、东南亚和全世界的渗透和统战 造成重大伤害 吴作来呼吁中国人民通过各种方式维权抗争 加速中共灭亡 他认为无论和平还是其他正当方式 都可用来对抗中共 震惊 习近平该如何决定 多位中共副国级高官被实名举报 近日 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披露一段录音文件 揭露了一名自称叫李德飞的人 向中共纪委实名举报了原公安部部长赵克志 现任中共组织部部长李干杰 多名副国级官员 以及现任浙江省省长王浩浙江省纪委书记傅明先 现任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副书记 副厅长赵峰组成五人黑社会团伙 贪赃亡法 侵害百姓财产 李德飞希望以生命作为代价 让中纪委查处他们的罪行 在举报录音中李德飞称 现任浙江省省长王浩 原西安市委书记参与黑社会团伙 贪赃亡法 在2021年5月6日 主导抢劫了陕西千日盛达公司 两万个百姓六十多亿财物 把钱分了 把设备拉走了 继续生成牟利 四个年头过去了 他们后续产生的利益达到了一百多亿以上 据李德飞介绍 该黑社会五名团伙成员还包括 原山东省省委书记李干杰 现今组织部部长 原中共公安部部长赵克志 浙江省纪委书记傅明先 原烟台市委书记赵峰 现任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副书记 副厅长 原烟台市公安局局长 他称 如果有半句虚假 恳求国家枪毙他 李德飞介绍 王浩 他的祖籍是山东上线人 2017年 他是烟台市的市委书记 赵峰是他这老部下 王浩 作为西安市市委书记 他明明可以用西安的警察 或者陕西省的警察 去办案 或者去办事 结果 他从老家 调来了老部下赵峰 带着一百多名 警察 去西安抓人 发改委和司法部 名为规律 规定 不能违规异地之法 不能趋利之法 宪法更是规定 不能把查封的物品 拉搂进行二次牟利 结果 王浩 王浩他们团伙 全都干了 另外 李德飞又实名举报 现任中共组织部部长 原山东省书记李甘杰 2021年11月25日 亲自领导 抢劫了深圳叛尼黄金公司 72万个家庭 720亿和9吨黄金 当年济南市市长孙树涛 已经被中纪委调查 判刑 孙副涛非常了解 最后 李德飞向中纪委接待人员 问了几个问题 就是 如果让一个柜子手 去管理一个省 能说吓不吓人 如果让柜子手 不明显 在浙江省当省纪委书记 能说吓不吓人 特别是李甘杰 让这样的柜子手 去当成为国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 掌管着全国的官员任命 能说吓不吓人 我李德飞 我父亲是党员 我是一个爱国的人士 我决定喝出这条命来 我要为我们的国家做贡献 中纪委的接待人士告诉李德飞 可以把举报内容 邮寄一封书面材料 收件地址写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信访释收 邮编是100813 通过邮局邮寄即可 据公开资料显示 被举报人中 2022年10月 57岁的李甘杰 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晋升副国籍 成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 赵克志 2021年11月19日 不再兼任公安部党委书记 2022年6月24日 不再兼任公安部部长 由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王小洪接任 其余人员均担任地方要职 阿波罗网评论员林峰分析 该被举办人中的角色分量都很重 如果对于一般官员的举报 可能会管用 尤其还涉及到了 原中共副国籍人员赵克志 县副国籍领导李甘杰 中纪委要想调查他们 估计难度很大 李德飞很有可能会被报复 轻则会被打一顿 重则甚至会失去生命 从此在中共那挂号 会被记录监控 他问那几个问题 说让柜子手管理一个省 吓不吓人 让李甘杰管理中共干部 任免吓不吓人 其实 让一个十足的邪教加黑帮 管理一个泱泱大国 吓不吓人呢 只有中国人认清中共 退出中共 解体中共 中国才有未来 今天副频道的视频是 今天我们要为您揭开一段 令人震惊的 政商勾结内幕 我们将讲述一位神秘女子的传奇经历 她仅凭初中学历 却能通过不同男人的关系 一路攀升 从省政府办公厅 到香港商界 再到陕西政坛 借助省委书记的权力 她在西北大地自由驰骋 涉足房地产 矿产等领域 野心和财富不断膨胀 通过一系列复杂操作 她轻松套走20多亿元 显示出惊人的政商手腕 从陕西政协常委到广西政协常委 再到香港多个组织要职 她的身份不断变换升级 这位红颜祸水般的女子 利用权力 金钱和美色编织了一段 现代版的权力与欲望传奇 即便在舆论压力下 她仍能高调表态 显示出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这个故事展现了中共体制下 权力寻租 利益输送的运作方式 她告诉我们 在这个体制中 权力可以轻易转化为金钱 而一些人则善于利用这种机制 谋取私利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 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看看中共官场的冰山之下 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黑暗 您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观看 欢迎您点赞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通过真实资讯 超越同温层 做出最佳选择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副频道 您可以在我们主频道的首页向下滑动 找到副频道的图标 并点击进入 此外 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副频道的订阅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 通知发到主频道的社区 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